- 粉碎狂熱系列昇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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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這個也跟大家預計的一樣 - 之前有出現一些小道消息 - 那這個開放的時候 - 是4月23日禮拜一的部分 - 三大獎 - 圖領莫比烏斯跟法拉第的部分 - 昇華一生命力跟回復力的部分 - 昇華3生命力再提升 - 攻擊力也提升 - 簡單來講是三圍 - 那小獎的部分 - 昇華1只有回復力 - 昇華3只有生命力 - 所以攻擊力是沒有提升 - 小獎4 - 攻擊力沒有提升 - 那昇華2跟4的部分 - 可以看到這一整排全部 - 昇華2的部分全部全部 - 這邊都是增加這個回復力的部分 - 10% - 昇華4的部分 - 一樣全部增加攻擊力 - 10%到12%不等 - 看起來應該是好像 - 跟以前的昇華4 - 差不多 - 覺得都 - 欸我只要昇華好消指牌就很強 - 但是 - 各位要注意一個 - 這個算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- 很大的缺點 - 就是 - 注意看一下 - 這邊是指的是機械主 - 這邊指的是光屬性 - 這邊指的是人類 - 這邊指的是水屬 - 這邊指的是火屬 - 並不是全對 - 並不是全對 - 所以 - 如果以我來看的話 - 我是 - 因為我以前 - 的卡牌很少就Om - 就很少Omix了 - 它現在條件又限制在種族跟屬性的部分 - 所以令它的昇華有限 - 它的昇華有限 - 可以看到後面 - 機械主雖然說這個 - 也是一樣說提升的這個是15%的部分 - 15%的部分 - 但是 - 12% 12% - 12%的部分 - 這邊也是機械主增加12% - 問題是一樣 - 它有限種族跟屬性 - 所以 - 令它這一次的昇華並沒有那麼讓我 - 看好 - 所以 - 一個人 - 身上的靈魂的數量 - 再來考慮你是不是要把它Omix - 當然不要看到skin就Omix了 - 好不好 - 那以上是這一次這個 - 粉碎狂熱系列昇華的金幣分析 - 依個人喜好去做昇華 - 如果有其他建議 - 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 -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告訴百姓 - 這一次的這個金幣分析就到這邊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啊~~~~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- 按個按個按訂閱 - 右下角按個喜歡 - 訂閱旁邊的那當按住去 - 隨時可以收到 säさ Som you can show some cool - 我是忍百姓 - 記得分享給你朋友 - �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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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嘖哒哒哒! - hect当然、 cut for so